这是小编见过最倒霉的蓬蓬呢 才刚出门就被花豹给抓住 花豹不给蓬蓬有挣扎的机会 一上来就咬住了蓬蓬的脖子 这是蓬蓬的弱点 只要被咬住 蓬蓬将很难挣脱 蓬蓬见无法挣脱 他赶紧发出杀猪般的叫声 这让花豹开始慌了 花豹可不是害怕蓬蓬的同伴 他害怕这叫声会把猎狗群给吸引来 在非洲猎狗群占着数量多 经常抢夺花豹的食物 真是怕啥来啥 一只猎狗赶来了 这听觉真是太强了 花豹赶紧放走了蓬蓬 今天他可不想当打工豹了 猎狗被这操作整猛了 他做梦都想不到今天的打工豹 不按常理出牌了 画面一转 花豹再次抓到了蓬蓬 当梁角兽靠近的时候 这让花豹害怕极了 他还以为猎狗又跟了过来 看到是梁角兽 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在他眼里梁角兽不存在危险 花豹又继续撕咬蓬蓬 现在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他得尽快将蓬蓬给打包上树 不然别的食肉动物过来 又要抢走了 除了狮子和猎狗抢夺外 连非洲野犬也会抢夺 可以说花豹在非洲 是最憋屈的食肉动物了 有了刚刚的教训 花豹直接全力咬蓬蓬的脖子 这让蓬蓬失去了挣扎的力量 蓬蓬的叫声越来越小了 不知道是真的要隔屁了 还是装的 之前就有蓬蓬装死 等花豹放下警惕逃走了 不过这只花豹捕猎经验非常丰富 蓬蓬在他面前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 现在蓬蓬没了叫声 花豹还是没有松口 没有猎口